为什么秀恩爱通常会选择在中午呢 因为早晚都会遭抱怨 假如你骂一个女人 这个狐狸精 她会怎么想 她肯定会觉得 真的吗 现在都不行了呢 以前人家都叫我小狐狸精 这里没人了 我们开始了 等一下 能不能放个音乐 有没有浪漫一点的音乐 有 还有没有更浪漫一点的音乐 我是马克 一位拥有超能力的人 眼前的这些人 跟我一样 都是被秘密召集过来的超能力者 他们身怀学技 能力非凡 诶 那位似曾眼熟 难道是传说中的鬼的阿K 没想到他也出现了 这位女士气场如此强烈 不知是拥有什么异能 你好 美女 原来是瞬间移动 你不是厉害啊 美女 你为什么超能力啊 我会偷失 啊 刚才你透过去了 这个人看起来平衡无奇 但坐在这么一群艺能人中 丝毫不慌了 真听自主如此低调 难道是深藏不漏 不对啊 他看起来丝毫没有我们艺能人的气场啊 诶 哥们 你有什么超能力啊 我决定了 我不干了 怕船的老板 诶 你来了 对 那个 奖励你的 把黄幻的夜顶了 后的是你的哈 好的 谢谢老板 诶 你你知道干嘛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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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着跑了吧 来 缓缓 薄的 你的 厚的 我的 对啊 缓缓 多少钱啊 不多啊 也就五百块啊 我的这么厚坑 我说一句话 你说第一个字好不好 好啊 我喜欢你 I love you 我 我 喜欢你长得这么好看 喜 欢迎你走进我的心里 欢 你第一个谁 你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 阿东啊 嗯 失败是成功之父 你知道什么是成功之父吗 调势啊 调势啊 第一 成功之父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老婆 嗯 有钱任性下句什么 没钱任命 用句话形容现在男人的生活状况 绝了一个子装 生了一个爹 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啊 怕他们逛街 现在为什么又不裹了 永远吃不饱啊 裹了也没用 哎呀 没啦 没啦 哈哈哈哈哈 刚刚退了你的份简历 是不是有造假啊 畢业一年工作经验 你小两年 夜日加班不算吗 那以你目前的经验来说 公司是不会给你太高薪 那么你有没有接受到啊 那我一开始的表现不是那么好 公司接不接受得到 那如果要你加班 你又可以嗎 有沒有加班費 沒有 當然不行 那如果有呢 我可以加到公司破產 哎喲 搞什麼 搞什麼 幹嘛的你啊 最近缺錢花變點錢用 這都白 能幹啥 來來來我給你做個吃飯 自己看啊 我去啊 我去啊 趕緊放 這發財了這是 啊那個一共兩位就是 哎 這不小姨媽媽 你怎麼哪都有你啊 你在幹嘛呢 上班呢 上班呢 哎這樣子大夥都想看你跳舞了 你要不你夠跳我 我把我朋友全部叫上 沒事的沒事的你相信我來 來 來走一個去 啊 好 好了那個吳凱宇 我現在走了啊 你不行 如果馬雲 他下輩子做你的老伴 你願意嗎 你願意嗎 不願意 下輩子我可能 比他還有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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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學校說要交那個資料費 三三百八八二十塊錢 什麼 資料費怎麼這麼貴呢 三百八二十塊錢 你給我等著啊 回去問了隔壁老王三家孩子 要不是 可以給你打喝 完了 我都要了二百塊錢 這一會怎麼辦啊 怎麼辦 哎呀 劉遠鑑 怎麼回事 隔壁要一千三百五 你要四百八 王斌你竟然比我還狠 我要爽了竟然 人家王斌學習好得買四套 我像我學習那麼差 一套就行 憑什麼他買四套啊 我買十套 他成績好了不起啊 哈哈哈哈 哎美女能不能啊 能 謝謝 你在那幹啥呢 走男朋友 咱倆要捉你藏吧 你要是能找到我 我就嫁給你 一言其出 四馬男追 那你藏去吧 藏好了嗎 我走了啊 我想和你結婚 做炙熱的親吻 我想和你在這 哎人去哪兒了呢 我還挺快 人呢 在那 為什麼你們這些女人 都喜歡那些油腔滑腳的男人 而不喜歡我這種老實本分的男人 因為你們不解風情啊 我怎麼就不解風情了 那你今天晚上到我家來 我再給你解釋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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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要聽你解釋 我現在就要聽你解釋 好 老伯 問你個問題 問吧 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 說四舅被五舅騙去 六舅家偷七舅放在八舅櫥子裡 九舅借給十舅發給十一舅的一千塊 誰是小偷 四舅 錢是誰的 銀行的 哎 媳婦 嗯 那水讓我喝一口 怎麼了你 我剛做個噩夢 嚇死我了 什麼噩夢呀 夢見咱倆生了個孩子 生孩子 不應該是好事嗎 怎麼能生噩夢 夢見這孩子半夜起來吃奶 先去我那邊摸了摸我的胸口說 怎麼是爸爸 嗯 然後他又去你那邊 說怎麼又是一個爸爸 哎呀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還有什麼 嘿這裡是卡著飛機帶你一路躺鷹的舒克 當你和喜歡的女生聊著聊著 她突然說我去吸倒了怎麼辦 通常你們會這樣回 哦嗯嗯好的等你哦 得了吧 就算你真的等到回覆 她也可能只是說一句 我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如果你還希望對方繼續和你聊天 就要學會調動女生的情緒 看黑板看黑板 你可以這樣回 畫面太美 單純的我不敢想像 然後再配上一個壞壞的表情 這樣既可以和對方在一個頻道 又可以淺淺的調情 或者你可以引誘一下她的好奇心 這時候你可以這樣說 待會洗完了跟你說個事 當她洗完了問你什麼事啊 你可以這樣說 聽說女生在洗澡時 90%會做羞羞的事情 10%會唱歌 你剛才唱什麼歌呀 大部分的女生會說 我沒有唱歌呀 哦原來你是那90%啊 學會了嗎 啊還沒有學會 那趕快去關注微信公眾號 小鹿情感先生 回覆數字721加舒克微信 舒克有免費的戀愛 你餓嗎 我給你做飯吃去啊 不餓 那我給你洗個蘋果吃一下 不用 那我去幫你把衣服洗了 把地給脫了 不用 我自己來 哎呀你看我閒的也是閒的 是吧沒什麼事做 我幫你去幹點活嘛 是不是 但我媽也高興你高興 我說了不用不用 老師跪著得了 啊 以後給我省點心 把我也給年累了 哎呦你媽 哈哈哈哈 你還這麼跪好了 哪來這麼多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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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